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 主持人好 我叫刘静 来自湖南 你来干什么知道吗 我也不知道我来干什么 但是我觉得我要好好说说他 你为什么要说我呢 是你做的不对 你知不知道什么的家丑不合 而且你让我很伤心 我没想到在你的眼里我是那种人 这27万都没了 而且我问你你又不说 对不对 你又不告诉我 我跟你说过了 钱的事情我来管理 我来投资我来负责 你不用操心了 但是你告诉我 我们本来年底要买房子的 对不对 我跟你说过我来管信我就行了 那我但是 之前是不是这样说的 但是你要告诉我呀 对不对 你要告诉我这钱去了哪里 比方说你去投资了 你投给谁了 你去投资干嘛了 你懂吗 这些你懂吗 我不懂的话你要告诉我 你要明着告诉我 要跟我说 我辛辛苦苦存了这么久 投资 不是你今天投 我明天就能还 你又没有理财观念啊 那如果不还了呢 所以说我就是你交给我 房子我来买 结婚信我跟我妈说 那你没有跟我说 你要跟我好好撒呢 你好凶哦 来来来站好站好啊 你所有的话让我感受到一点 好像你们的婚姻只有你一个人 你为什么这么大的财产的动向 你为什么不可以跟他商量 虽然他不懂 你至少要通知他一下 因为毕竟这27万当中 大部分的存管是他在努力 而且这27万对于他来说 是挺直腰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证据 你应该可以理解 现在可以跟我们说一下27万 大致是做了什么投资 我朋友是开发商 开发商想要内部的房源 然后我们先用朋友的名义 去买这个房源 然后转手